大乐透春节也是事出大利多 除夕初一初二三天 各自加码百组百万红包奖 而除夕夜4.05亿元投奖 已经由三热幸运者评分 那么今天大年初一奖金 也已经上看两亿 不过全台湾各地呢 就属台北市中山区最夯了 200多家投注站 就开过61次投奖 非常受到财神爷的眷顾 这些有中吗 500块 您初一小朋友也来 还是手气呱呱乐 大乐透威力才买气强强棍 这里是台北市中山区 几乎每家店门口都有投奖招牌 200多家投注站 一共开出61次投奖 同家店开出两次投奖 也有12间 迎过高雄小港其他地区 荣登最旺开奖区 No.1 其中又与这一间 位在中山北路巷弄内的投注站 开过4次投奖最热门 这边那个彩券 那个彩券航密集度很满高的 然后到处都几乎都有开过投奖 台彩新村加码 连续三天加开白足百万大红包 初期夜开出大乐透投奖 四亿五百万元 新北市三重 嘉义高雄三位幸运而夺得 大年初一再加码 投奖上看两亿元 刚经过的时候看到好多人 想说下来试一下手气 过年嘛 小哥好好拆头 那今天晚上觉得自己会不会中奖 一定会的 去你中大奖 谢谢 50块100块老板的手没停过 不过根据台赛统计 属狗的天秤座是高额中奖最高族群 男生比女生容易中 平均年龄50到59岁 生肖和新座分比射手和属兔最Lucky 但统计毕竟仅供参考 下一位亿万富翁会是谁 这一回多开白祖加码 还得等到年初二凌晨两点 才能见分晓 专身无敌位王嘉玲 台北报道